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如果演员把喜剧演好了 那么拍其他戏都是降维打击 在电视剧《狂飙》中 我想除了张宋文饰演的高启强 贾兵饰演的徐江应该是最大的惊喜 然而贾兵这么好的演技 居然还不是徐江的第一人权 一开始导演徐吉周是打算请王延辉来演 毕竟他可是曾靠一段审讯 就把自己演进今日说法的男人 但令人尴尬的是 演构了反派的王延辉 最近想洗牌自己 于是便婉拒了导演的教求 本来心目中完美人选是王延辉 可人家不想演 这下可愁坏了导演 这时张一见导演愁眉苦脸 一番打听之后 立马就把假兵推荐了出来 因为他觉得 一部太沉重的早黑剧 如果再加点幽默元素 那整部剧的人物也看起来更鲜活 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导演 这时临近开拍 导演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便启用了假兵 导演本以为让喜剧演员当反派 会大大折扣 没想到当假兵来的剧组 穿着花衬衫 梳上大背头 但浑身嚣张 谁都不服的戏者 简直就是麻东西中国分析 导演当时就觉得捡到宝了 于是疯狂给假兵加戏 不仅要凶猛 还得加上幽默的反差 于是会讲Rub的黑道大哥 正式上线 你真的看懂狂飙了吗 原来只有看懂这些 被删点的故事线 才能真正明白 导演想拍什么 惊狠一首这天的高启强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 在惊狠二十余年里 其实一直都是 孟德海和赵立东两人之间的国异 其他人全部都是两人的棋子 首先高启强背后的人 其实是孟德海 这也能解释 莫名高启强 为什么敢和赵立东撕破脸 激走王力 让杨剑当副局长 而杨剑和高启强来强调联合 其实就是孟德海 前线大桥 当时他和高启强 达成战略合作 高启强帮他送GDP 帮他搞业绩 而女婿杨剑 就把高启强受通关系 或许不义制裁 而另一边 赵立东选择要扶持蒋天 并且赵立东背后的领导 是省里的政法委书记 何黎明 但孟德海敢和赵立东博弈 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可能忘记了 在高启强养老院里住的黄老 他可是孟德海的舅舅 其中的一句话 立马就点明白了 黄老在胜利的分量 黄老在胜利工作多年 才一个不少人事调动工作 他都对他都很尊重 当督刀主问宫殿局的事情 王秘书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其实就已经说明了 京海的这种形式 你说的没错 我不得不承认啊 京海确实有你批人 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 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如果高启强是赵立东的人 那王秘书无疑是搬起石头 扎自己的脚 原因只有一个 当初强盛集团一家不大 赵立东为了制衡高启强 便扶持了港上蒋天 并且帮助他拿下来 青旅大街的项目 可蒋天自作风险 为了给高启强下马威 最后还指使郭山峰 干个人出事 这件事让高启强彻底疯狂 差点在夜友会干掉了蒋天 事后高启强 也在各种场合 力压蒋天一头 而蒋天的失败 也导致了赵立东和孟德海的博弈 渐渐失去平衡 所以平静了二十多年的京海 不有一封 关于强盛集团的 涉黑举报材料 摆在省庭领导面前 这是他和黎明 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为了 清除高启强 不过他俩都没有想到 在这条船上的人 最后都翻了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高家兄弟之间 还有这么一段感情案件 他也不是正常 那个兄弟情 就相当于我们说 《八王别姬》里面的 成天一 而这一切 导演也在剧中暗示了 高启盛对于高启强的异样深情 首先就是高启盛 手提动鱼 干掉理工文后 被大哥质问时 高启盛口不择言地说 我告诉你 对了高家事物都不怕 然后就被高启强扇了一半张 但他却没有脑路 反而还一脸享受地笑了起来 这就足以证明 高启盛非常在意 哥哥和他大爱 还有在高启强出狱的那段 眼看哥哥就要亲上大嫂了 高启盛就立马出声 打断了吃饭 而大嫂对这一切 老就看在原理 但碍于两兄弟的感情 也只能无语地翻了一个大白眼 甚至就连小虎 也是发现了高启盛 对高启强的特殊感情 就比如在大嫂给大哥 试领带那场戏 看着大哥大嫂要做亲密动作了 小虎就下意识地看下了高启盛 害怕他会做出什么过急反应 看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 难道只有高启强被蒙在鼓里吗 其实不然 他早就看出了弟弟不仅是疯癖 还对自己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这不 在梦遇被绑架时 高启强误以为是弟弟做的 愤怒之下 刚想抽出七匹狼 叫一下弟弟时 结果却犹豫了 因为他害怕自己越打弟弟 弟弟就越兴奋 喝得不说 导演选的苏小丁来扮演高启盛 是非常成功 这不仅仅是因为苏小丁 把一个斯文败类 演得如此生动传神 还有就是苏小丁 把导演想表达的 都演了出来